AIPIN 找到工作再付费 北美数据类软件开发类求职一战式服务 大家好 欢迎来到由AIPIN YouTube频道发布的北美职场分析类栏目 北美求职直北一周报 我是AIPIN的威廉文老师 关注北美市场聚焦数据软件类求职 我们一起聊一下过去一周美国职场的最新动向 上周一 也就是4月12日 美国移民局在官网宣布 从即日期F1国际留学生申请OPT的EAD公卡 都可以在移民局官网进行点子申请了 网上申请公卡适用范围 包括普通的OPT、OPT延期以及pre-completion的OPT 以往OPT申请都是通过向移民局邮寄申请包裹来完成的 申请包裹中需要附上移民局要求的各项证明材料 申请费支票等 但从12日开始 OPT相关公卡的申请直接在移民局官网就能进行完成 这一举措大大提升了OPT的申请的效率 避免了邮寄丢失的风险 对广大留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4月12日 客户关系管理软件服务提供商Salesforce表示 将于5月份重新开放位于旧金山市中心的总部 但允许所有员工远程工作到2021年的年底 作为旧金山最大的雇主 Salesforce大概有61层楼和14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 许多人都在关注这家企业软件制造商将如何让员工重返办公室 Salesforce的总裁兼首席人力资源官Brand Heider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 该公司已经重新开放了大约22个办事主 该公司表示将在未来几个月重新开放加州 Paraoto和Erwin的办公地点 Salesforce重新开放办公室将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仅限于美国 且仅在公司确定的新冠病毒风险评级持平或下降的地区 完全接诊过疫苗的员工可以自愿加入最多100人的团队 在某些楼层工作 该公司将要求员工每周进行两次核算检测 第二个阶段 Salesforce将根据公司评估的风险 将产能从20%提高到75% 即使员工没有接种疫苗也可以返回公司 第三个阶段将使办公室最终达到100%的容量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赴美签证的动向 根据4月8日美国国务院给出的最新政策引导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宣布 从今年4月9日起 美国驻广州总领馆恢复处理 未婚夫妻签证和移民签证申请 由于中美之间的旅行禁令 在过去一年 美国驻华使馆的常规业务全部缴停 现在终于要开始启动了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使馆暂时恢复的只是原始预约时间 安排在2020年1月至3月的移民申请人 而对非移民签证 包括旅游签和学生签 美国驻领馆仍然暂停普通签证业务的办理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领馆 仍然仅提供有限的紧急预约服务 但是据美国大使馆的签证官 和美国国务院Education USA的人员近日对外透露 北京使馆已经就学生签证的问题 做好了全面准备 学生签证排在最优先级 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具体开放时期还没有最终确定 但预计不会影响今年秋季入学 美国非常关注中国留学生能否按时返校 美国政策也在随时进行调整 世界各国的政策也在调整当中 包括中国新加坡泰国等等 目前没有必要冒着风险 去第三国进行签证 以免政策临时变化 我们也希望驻华领馆能够尽快开放 留学生签证的业务 保证留学生能够在秋季顺利入学 疫情对于职场的影响无处不在 在后疫情时代 工人对于雇主会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4月14日 根据Lenkin最新的劳动力信心指数得出的结论 大家认为灵活性是后疫情时代 工作模式的关键因素 该指数每两周会对5000名 美国专业人士进行调查 调查发现 一半的美国人表示 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时 小时数或位置灵活性 比大流行之前更重要 近一半的人还表示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对他们在疫情之后更为重要 但是结果因人群不同而异 在疫情之后 相对于婴儿潮一代而言 灵活性对于千禧一代则更为重要 同时薪资和收入仍然是Z时代 也就是95到09年出生的人群的头等大事 在工作场所文化和福利 例如医疗保健 待新休假等方面 千禧一代是最受关注的一代 X代人 也就是65年到80年出生的人群的倾向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整体的平均水平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进入4月的第三周 AI评团队对于数据类岗位的每日发布情况的追踪数据 在过去一周 Data Analyst数据分析师 平均周中日更岗位数量达到了1770亿 比上一周均值小幅增加约50个岗位 Biennese Analyst商业分析师达到了2009 比上一周均值增加约47个岗位 Data Scientist数据科学家 比上周增长了50个岗位达到了1193 Product Analyst的产品分析师达到了1839 比上一周均值增加了118个岗位 整体看来 春招市场的岗位数量仍然处于高位 已经连续两周 呈小幅的增长趋势 大家仍然可以抓紧时间 积极投递申请 目前为时还不晚 感谢观看北七 北美求知之北一周报 如果大家在求知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困难 欢迎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AIPin是面向广大北美数据类软件开发类求知者的 一战式求知解决方案 针对全职求知者找到工作在付费的CureVIP的项目 已经成功帮助数百的求知者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岗位 大家可以登陆www.aipin.io 了解更多的项目信息 也欢迎扫描屏幕右侧的二维码 添加求知导师的微信来预约免费咨询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北美求知之北 了解行业最新资讯 求知技巧 学员经理分享 干货多多 大家同样可以扫描屏幕右侧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 AIPin YouTube频道还会陆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点击下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